大家好 欢迎收看金牌特派 静怡大学女学生出国失踪案 引发了全台关注 之前金牌特派41集 曾经说过招待出国旅游的陷阱很多 有大学生甚至还因此关在国外的监狱 判了死刑 这一次女大生的事件和诈骗集团有关 提醒大家尤其是年轻人 就算没有被骗出国 也要小心啊 台版柬埔灾案的犯罪手法 尤其是求职变囚禁 受害人不只被骗钱 沦为人头户 还被集体囚禁虐 成为诈骗集团的主宰 首先 先来看警方破获史上最大的诈骗集团 夸张离谱的行径 慢慢的现金 床头柜啊 这跟墙壁整面都是新来币现金 钱真的是多到快满出来 保险箱打开白花花的钞票 随便一捆就是一百万 这有钱哦 千六千七千 千费 这一块 这两千超过来的 怎么有那么多钱 原来都是骗来的 蹲在地上 外表看起来老实的男子 就是全台最大诈骗集团的主谋 叫做姜永吉 称号阿东 真的都存在的 对我白天 那种是什么 我不知道 真的都在这里 是吗 坐到你边上 老天也是会去看的 真的啊 真的啊 真的可以 嘴上一直说没有 不过警方搬开了卧室床头柜 竟然是被姜永吉 打通里头的便电箱 做出了暗柜 又藏了好几千万 这边房间都能拿 这边都在我们的房间而已 是吗 都在这里 还不错 你要挖挖挖挖挖了 床头以及墙壁都还有一些隔间 他敲开之后发现说 里面还有另外长方 大概有四千万新台币 然后他的一座墙 也都是用钞票隐藏在里头 现场搜索的远景形容 这个阿东根本是天天抱着 千万现金睡觉 警方一张张钞票数到手软 阿东还拿出了自备的点钞机 来帮忙算 就算被靠上了手铐 还能在一旁熟练的帮忙数钱 问他为什么把这么多的现金 藏在家中 难道不怕失窃 他说 既放在朋友那里怕黑吃黑 存银行又怕被查到 藏在外面又怕被偷啊 所以才会将钱全部塞在床头柜和墙壁里 阿东是在夜市摆摊的 然后是卖那些违反诸多权法的大补典 后续有在夜市接触到一些 就是从事诈欺的 邀他一起加入这个诈欺集团 只要成功得手 一次就有上万的收入 被这种不劳而获的扭曲价值观迷惑 阿东开始做起了诈骗取材的非法生意 就是从取款车手开始加入 就是从事这样的犯罪 然后他后续发现说 其实从事这个诈欺犯罪行为好像还蛮好赚的 所以他就是在当车手这段期间 他就是有开始学说 我怎么样经营一个诈欺集团 虽然只有国中学历 但是有过基层的车手经验 他知道一般人对检警系统的不熟悉 尤其听到自己牵涉到刑事案件 就会产生恐惧 心里会怕 这一怕 常常就会失去该有的判断 于是阿东就开始假冒检察官或警察来行骗 警方为了抓阿东 花了将近半年来跟监 查道大和女友在台中大坑的住处 用1300万骗来的钱 而且通通是现金 买下的别墅 豪宅还特别装设连线的紧包器 而4小时的红外线监控 还经保全公司巡逻 外面是严密的监控 而屋内则是奢华的装潢 室内有90平大的空间 光是按摩浴缸就有两瓶大 主卧室的床是五星级的饭店专用 阿东还用业绩奖金来收买员工的心 甚至大手笔办了一场员工旅游 我们住的民宿还不差 而且他们吃的是那种海鲜大餐 大概一餐大概都要上万 阿东平时几乎逐步出户 员工旅游是他少数肉面的时机 确定阿东的容貌之后 趁着有一次阿东女友外出的时候 直接将他逮捕了 但是不直接带回警局训问 而是回到阿东的豪宅 距离到他女友之后 就开着他女友的车子 然后就是一同返回他的住宿 而且使用他女朋友身上带的遥控器 将住宿的铁门打开 就是无声无喜地进入到江贤的住宿 不惊扰任何管理人员 也不惊扰阿东 一开启门之后 阿东觉得说 你们专案小组怎么这么厉害 我都不知不觉了 那就要进去逮捕了 在毫无防备的状况之下 阿东只能束手就擒 他还无奈地说 只要警方晚一天来 这些钱就会搬走了 因为屋子里的钱已经多到满出来 塞也塞不下了 警方在他的住处 床头墙壁抽屉保险箱 一共查获了6300万元的诈骗现金 而这些只是还没被洗钱出去的零头 可见这个诈骗集团的规模有多大 保守估计光是一年 不法获利就有将近10亿台币 被害人是不止台湾还有大陆 阿东落网诈骗的案件还是没停过 其中假求职的案件已经增加了6成 求职的民众人为人头的账户 再被囚禁淋虐 完全就是柬埔寨事件的翻版 你们到底弄死多少人 弄死几个 拘禁61人害了三条命 开办柬埔寨负责运物资发薪水的集团 大账房增性犯险狼狈落网 与协助运师的通货全被送办 黎明气势共犯自知差翅难分 也吓得跑到禁局投案 进场 进场 上报头 上报头 若网的诈骗集团首脑之一 绰号查懂的程华为 吓得向警方投降 查懂将柬埔寨的犯罪手法 移植到台湾 由于人头扶的价格 从原本的3千 暴涨到25万 诈骗集团强压求职的受害人 盗用户头 拘禁 行囚 手段比以往都要更加的凶残 不要動 全都握手 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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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下 基本上是警方破獲台版柬埔寨囚禁案 最新畫面曝光 只見小小20坪套房 積滿32人 像骨牌一樣攤在地上 就怕他們大聲呼救 有人被蒙咧 嘴巴塞布 手臂反綁就這麼睡覺 長達一個月不見天日 宛如人間煉獄 求職啦 或者輕鬆免經驗的工作 還是賣布紙 可以 租布紙可以換取高薪的 你都要特別留意 詐騙集團以高薪為誘餌 誘騙求職的民眾交出純摺之後 進而囚禁淪虐 為了控制被害人 一天只給他們吃了一餐 或者合吃泡麵 再不斷的下藥 餵食FM2 讓被害人的意識不清 無力吵架 如果有人講話或者是想逃跑 就用電擊棒或者是棍棒伺候 身穿黑衣的圖姓男子 人稱蝦董 和陳情主賢查董都屬於領導階級 第一時間和女友南下肯定偷渡 警方掌握請字即時攔阻 詐騙集團的成員之間 也以龍蝦 包子等代號互相稱呼 避免暴露身份 彼此之間如果詢問成員的背景 也會遭到毒打 只要被害人死亡 小弟迅速地清理屍體 還可以拿到獎金 他們下一步是不是要仿效 柬埔寨的活摘器官手法 私下摘他們器官來販賣 那就形同一頭牛扒兩層皮 不但給人頭帳戶的錢可以省下來 最後還能回本 詐騙集團透過隱密性超高的軟體 Telegram 向販運業者 或個體戶賣家聯繫面交 拿得出健康報告的價碼 喊到三百萬不是問題 但沒有報告也能開到兩百萬 還能根據眼角膜 肝臟 腎臟等器官 健康程度加減出售價碼 警方不久前破獲的 台南雪甲山區的囚禁案 就有兩名被害人 被帶到護震機關申請護照 準備要運往國外 再棄關啊 還好警方接獲了報案 及時救援 被害人裁檢回一命 網路頂文寫著 家人找不到她 聯絡方式都被對方控制住了 連住處監視器都壞掉 不排除對方是人蛇集團 必附上女大神照片 特徵是身高155 有近視戴眼鏡 今年滿20歲就讀大學二年級 原來女大神3月29號 早上離開宿舍手機關機 家屬4月2號晚間報警 5號在臉書社團撲文 警方調查發現 女大神早在3月30號早上 從桃園機場出境 搭乘飛往倫敦班機 人卻在泰國曼谷入境 傳出她前往緬甸疑似有人陪同 女大神失蹤案引發關注之後 網路上各種傳聞不斷 警方調查 女大神的前男友 曾經是詐騙集團成員 女大神疑似透過男友的人脈 認識了新男友 而新男友已經在緬甸一段時間 所以她是否從事詐騙不得而知 所以女大神在緬甸 她可能是去找新男友 但是也不排除可能是以觀光旅遊的名義被騙過去 無論結果如何 詐騙集團的手法不斷翻新 而且越來越兇殘 再次的提醒民眾和年輕人 小心求職便求盡 所謂工作自由 輕鬆賺錢 待遇高等這一些求職廣告 都要先查證 公司是否合法立案 一定要先保護好自己 故事說到這 有任何想法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最後記得訂閱台灣大搜索頻道 按讚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掌握最新進度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見 我也 oppose vide 或許 按讚 按登録 영